竟感動 Hayek Lion·黎明 跟Gelie Love機已拍拖初期 曾經用 20 多晚買了一部開房車 哄女朋友開心 時間一天一日過去 Galey在Leon心目中的地位亦提升了不少 早前Galey生日 Leon就專程訂了一部 價值170萬的跑車給女朋友 Leon認真戴手筆 看到Galey甜到流的笑容 真是恨死不少人 Leon是買了一個新車 是獎勵自己和獎勵你 是一個很棒的獎項 我試著不走太快 你們有沒有一起坐下這個車游車河 坐下你駕的車 我們試過一遍 然後是測試駕駛 和其他朋友 我們測試駕駛駛 但現在總是測試駕駛駛 早前有記者拍到 Galey和Leon還有朋友吃晚飯 離開的時候 Leon顯得有少少罪 所以開車的重任就落在Galey身上 雖然Galey平時比較少開車 不過也沒有雞手鴨腳的情況出現 有新車開的Galey當然一臉幸福 而做乘客的Leon 好像比Galey顯得更開心 那有沒有送給你的時候 好像那些 一個大的蝴蝶結在車上 那樣的送給你 沒有 不是很大的蝴蝶 但一定是很大的驚喜 所以我開心 不是很甜蜜 謝謝 而珊珊的好朋友 偉志豪這日出席活動的時候 就說事前不清楚傳聞 而其實她都認識傳聞之中的 是賽車大亨馬先生的 那是一位的附上馬先生 那個是好朋友 我也認識他的 馬先生其實是一個 人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是賽車生意的人 我們有時去明星隊 或者一些前線賽車籌款 都是他聯絡的 其實是一個做很多善事的人 他說大家都跟他很熟 我們都經常跟他吃飯 經常出入 那你都可以說 他經常請我們吃飯 可以說包我公的三餐 我都經常穿他公司的衣服 你都說可以給他包著我 這樣而已 其實就不要說到這樣 當然我不清楚 但是我覺得就不會 無謂說得那麼難聽 我吃喝 你 República 幾乎